广东话有很多古语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北京的教授来香港叫王宁 当然他的诗诚很厉害 因为六中大都是大诗级 他说了一个说话 广东人搞语谷是得天读喉的 因为很多古字现在在普通话中或其他行业都没有了 广东话是我们 其实摘米的摘字大家应该会写 摘出和摘入是不同的 买卖是两个写法 读音是一样的 聊天是拔天的解字 即是在粵语中藏很多古字 古代是这样用的 聊天的聊天是否把解都拿出来说 聊天的 我明白 现在是很古的 现在我们把他拿来变成动词 很英文 大家看《鲁迅全集》就知道 其实是郭麻那篇《鲁迅全集》有说 那次我提出的那个人 那个人的出处在哪里 我记得是《鲁迅全集》 即是讲张泰盐的考证 即是把《吊蝎》两个字 广东人说错了 《吊字》就是《吊字》 是《吊字》 你知道吗 是什么《吊字》 其实《吊字》就是《吊字》 它是读名的 即是有一篇《吊字》 《吊字》是什么 《吊字》呢 《吊字》 你要看整篇考证 我有想想想想 《吊字》就是《吊字》 《吊字》就是《吊字》 根据他的考证 即是讲了很多人弄错了 《吊字》 group of 其實是《吊字》 因為講這些